充电不一定要到去外地上课 培训倒不是 其实全世界归咎起来 所有的真正能够成长的人 其实是自我学习 自己才是自己的真正导师 怎么样能够让自己能够越来越好 关键不在于去学什么课 上什么课 而是应该自我学习 自我探索 彼得多拉克其实教我三样 我也在这里跟大家分享 自我管理的三问 什么叫三问呢 因为只有跟自我对话 自己跟自己不断地去产生激荡的时候 我们才发现到原来状况是不一样的 他第一个告诉我 说这件事情不做了会有后果 那我们应该采取一定要做 而且要斩钉绝铁地做 一定要果断地 彻底地贯彻去完成它 这件事情不做 有什么后果 假如有后果我们就应该要采取行动 第二个部分呢 他告诉我是说 今天事情假设能请别人代劳 我们就不要做 因为我看很多人 我自己做大概做得不好 我就请我的爱人 请我太太做 她做得比较好 所以这个时候我就想 那麻烦你帮我做 因为这样的话 对方也会觉得他有存在价值 假设我所有一切都是来到自己身上做 孤独可以做好 可能不见得 能够把其他事情 因为我做了这件事情 可能会影响到别的事 第三问是 我到底有没有浪费别人的时间 这个特别有感觉 因为什么 因为假设我没有办法体会到说 我是不是在浪费别人的时间 这个部分呢 当我问了这句话以后 我就开始 自我要求要越来越高标准 因为什么 因为我们要让每一个人 真正能够体会到说 原来 我是一个负责任的人 所以我不太愿意 去浪费别人的时间 哪怕是家人 或者是朋友 一样 或者是工资 我们都不应该浪费 一分一秒 因为这是什么 这是一个基本的认知 也是我们应该有的 负责任的态度 所以自我管理 我认为是 他必须要学的 而不是说我没有时间 可以去充电 那这个不是 这只不过是一个借口 但不是真正的 可以解决问题的方法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